荣阳长公主设簪花宴 圣上亲赐欲原历趴数百盆 因着长公主要挑选儿媳 所以半个京城的贵女都来了 我是四品红庐四卿的长女 谢灵书 这家是置身她们之中 只能算普通 然而长公主在贵女如云中 独独看中了我 荣阳长公主是皇帝的幼妹 虽非童母 但自幼一直养在皇后宫中 手足之情很深 长公主成年后被赐婚与定国公 夫妻和乐 妇畅夫遂 被传为佳话 长公主的独子霍雁出生便受疯子绝 成为定国公世子 身份显贵 有仪式 荣华富贵可享 满京贵女 不想入宫 或是嫁给皇子 霍雁便是能寻着的最好的夫婿了 世人都传 霍雁有一贵妾 宠爱非常 是从前长姓公的宫女 太后见霍雁喜欢 便赐给了她 不过 世家大族长大的女子 都是见惯父兄三妻四妾的 也不当其事 这次簪花宴的规矩 是鱼满园立趴中 则一朵簪发 三日后在设宴 要献上一样作品 为长公主添财 京中多财女 都会使尽浑身解数 而我却在想 长公主则儿媳 若是要挑财女 按着名气去问便是了 若是要挑家事 也不必设如此大宴 他们从前来往的人家 难道还不够显贵吗 定国公当年也是上过战场的 立下战功赫赫 霍宴已经不能再立功了 所以 长公主挑儿媳 身份太高贵 家中权势太足的 反而是劣势 长公主要的 应是能支撑门楣 相助霍宴的宗父 三日后 有献画的 有写诗的 有以花入香的 各有千秋 而我献上的 是一朵头花 我说 我同府那丫头一起用布料 你这样子制了头花 令府那小丝网京中平民聚集之处分发 平民女眷日夜操劳 极少有心思打扮 我所制成的头花 希望能令她们揽静自照 临水赏景时 借得玉花的美丽 享受作为女子的喜悦 备长公主的荣光硬币 分发时 所有人都在感念长公主 最好的一朵 献于长公主 荣扬长公主听了 感叹连连 令女官取来 为她簪发 又吩咐下去 花宴结束后 将玉花送至灵阴寺 令平民百姓也可欣赏 之后的两个月 长公主几次邀我作陪 又过了两个月 长公主请了理官来谢府那财 宫中也有赏赐一并下来 红庐四卿官职虽不低 但在金之玉叶的长公主 宣长华咒的定国公府前 可不够看 经中人人都说 谢氏这是越了龙门 又有一些明眼人私下说 定国公和荣扬长公主这步棋走得巧妙 定国公府富贵已吉 若再娶一个高门大户的女儿 未免生事过龙 娶四品官的女儿 不致配不上 又能表达态度 从前我极少出门赴宴 在经中唯一的名声便是善持家 我的生母早逝 父亲续娶了季妻 季母人虽好 但不善理家 所以我小小年纪 读四书 席六亿之余 便拿起账本 涨家忠世 直到长嫂过门 方才将钥匙和账本交到她手中 我戴字归中 继母和长嫂都在为我私下相看 而我看上了霍燕 不是仰慕或者喜欢她 是看上了她 若都要为他人儿媳 我为何不为显贵的那一个 若你问所有女子关于代嫁的记忆 筹备的日子总是朦朦胧胧 如云一般流过去了 等我回过神时 我已经在洞房里 和霍燕相对 她果真如传闻一般好容貌 欲至金像 是个翩翩少年郎 她正瞧着我 眉目温和 无论她满意不满意 我都是长公主定下的儿媳 未来的定国公夫人从今以后与她风雨同舟 她开口了 灵叔 这门亲事是我母亲为我定下的 也与我分析过厉害 她说 你秀外惠中 通达能干 能为一族之宗父 我信她的眼光 所以答应了 今夜之后 我们便是夫妻 妄能同你举案其美 成婚过后 我便要领职了 侍奉父母 来往应酬 府里内外 大小事务 都要你多劳心 穷英 是我先前的那房妾室 她是个好女子 你定能和她好好相处地听听她这话 哪里是对妻子说的 倒像是官场上交代同僚 吩咐手下 倒是那得她叮嘱的妾室 才是她真的心上人 不过嘛 求人得人 有何怨户 于是我含着羞 带着笑 轻声应她 夫君 你放心 夫妻是一体的 从今以后 我会侍奉公婆 料理事物 善待妾室 好好相助你 让你能在外头心无旁骛的为国尽忠 她很满意 一夜 里程 婚后第一日 拜见公婆 任亲戚 祭祖 婚后第二日 入宫谢恩 婚后第三日 回门 直到第四日 我才喝到李琼华净的茶 前几日 长公主都以她体弱为由 免了她的出席 面前那个美人秀美鲜弱 哪怕放在当日森花宴上 也是一等一的美人 难怪能得霍宴怜爱 不过 我也不输 入宫谢恩那日 太妃摸着我的手对太后说 荣扬能看上的人 果然不俗 我说 为何急着定下 原是生怕别家抢了去 引来满堂笑声 我受了她的茶 赏了一对银润光洁的玉琢 让她坐下说话 礼仪娘体弱 今后便不必日日来 请安伺候了 她娇娇怯怯地说道 这 这怎么行呢 为人妾事 便要侍奉主母 少夫人宽宏 妾很敢念 却不敢这样 只要我说可以 又有什么关系呢 夫君都道你体弱 便好生在莲珠馆里休养吧 有事了来做做 她这才应事了 我事情可不少 长公主同国公住在长公主府里 霍宴若冠后便搬回了国公府 一则有当家立业之意 二则国公府总要有人做主 毕竟她是世子 作为世子夫人 我有一堆的事情要忙 每日亲自或是遣人去问候公婆 日常还要看账管家 来往应酬 管束下人 定国公府除了我们长房 还有二房 三房 本来两房一起管着国公府 我入府后 以世子夫人的身份拿到李家之权 难免私下有人不满 也需要谈压 她若能帮上忙 倒也罢了 天偏我的丫鬟韩妇打听道 这位姨娘是个只知同世子谈情说爱 风花雪月的 先前世子在长公主府里住着 指她一位贵妾 按理她该管世子院内的似的 然而她一点不懂 只稀里糊涂地靠着世子的大丫头青枝操心 说起青枝 韩妇还告诉我 她听说 青枝姑娘从前也是世子的知心人 算是通房丫头里的头一个 我倒想传来看看 若是能用 便抬个侍妾 我管家的天赋是在九岁发现的 继母听管世奏事听得正头疼的时候 在一旁写字的我 不过听了几句 便能帮她找出问题 令她十分惊奇 我并不讨厌管世 女子活在这个人世 能拿捏住的才是要紧的 嫁过来四个月后 我在国公府站稳了脚跟 对公婆 我十分恭敬 每隔一日便亲自去长公主府问安伺候 对婶婶们 我言行秉持晚辈的礼数 但若她们存心为难 我也不会顺承 说到底 世子才是未来国公府的主人 对丈夫 我以一个贤妻应有的姿态待她 体贴入微 遇事有伤有量 绝不粘酸吃醋 必要时 表演一二归房里的乐事 比如剪竹化眉 对妾室 我包容宽厚 不仅请太医为李穷英诊治 还将世子的通房丫头轻之抬成了妾室 对下人 我恩威病师 能看清风向早早投靠我的 必得重用 若有仗着资历以老卖老的 我也会出手整治 要教他们知道国公府如今由我主事 便中间是之后的事了 两房在各处管事的人 我打算用两年时间慢慢换掉 一时间 无论是长公主 还是世子 都对我很是满意 若问我如何做到的 无心两个字而已 长公主与我 是需要认真对待的上司 下人与我 是驻我管理国公府的棋子 至于妾室们 李穷英我见有脸 得世子喜欢 但没什么威胁 清知忠诚能干 又是府里的老人 将她抬为妾室 让她受了我的恩 便能把她留在我身旁帮着料理些杂事 我心里对世子没有一分情意 有的 只是夫妻恩义 所以能大度从容 我也曾有很喜欢很喜欢的人 与她再不相见后 我才明了 什么叫无欲则刚 世子每个月宿在我这里十日 剩下二十日 她去李穷英的莲珠馆 或者睡在清知房里 我都是不管的 那日 她宿在李穷英的莲珠馆里 我睡前找不到我的玲串 在庄台上找了好久 最后才发现夹在了账本里 我放到我的枕头下 才感觉悬着的心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陪我睡的丫鬟另方问我 夫人还是要放着这串玲串才能睡着吗 我叹了口气 是啊 没有人知道 这是当今国师的高徒惠明赠予我的 十四岁之前 我为王母祈福 每年都要去灵阴寺住上半月 在那里 我识得了惠明 小小的我追着小小的惠明 要她为我讲经书上的故事 她常常讲不到一半 我的脑袋便一点一点 睡在了她的肩上 这串玉串 是她赠我的生辰礼 十四岁之后 她再不见我 后来更是不告而别 云游四海去了 我每次寻击去见她 只有她师父出来 每次都是一句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路易如电 应坐如士官 以此劝我 于是我便明了 我们终究不是一路人 我能嫁给世子 也有国师的功劳 长公主拿着我的八字去问国师 国师说 此女八字主贵 可安家 我才顺利嫁入国公府 今晚许事秋风乍起 吹得人心头寒 我竟无端想起旧事 多想无意 我同令方说 睡吧 嫁入国公府半年后 长公主开始问其子嗣之事 平日若赏什么东西 都不忘加一张注运的汤药方子 毕竟这个世道 有了子嗣 家业才能有人成绩 哪怕是妾氏的也好 若是自己和妾氏都没有 便只能看着丈夫百年之后 家业被族人夺去 所以明白是的 若是长久没有子嗣 早早便要考虑过几一个 寻常官僚妇患家 尚且如此 何况是世袭网屁 真有爵位要继承的国公府 便是百姓也是一样的 若是无后 丈夫还未入官 无数亲戚已经在打家产的主意了 我和李穷英的肚子 被全府人盯着 有人盼着早日得信 有人吗 自然是盼着永远别遇习 还好我的孩子实在体贴 寒冬时节 一场大雪席卷整个京师 我也在这日诊得喜脉 消息第一时间送到了长公主府 她同公公欢喜极了 赶忙回国公府看我 不仅送来诸多药材和布料 还吩咐我以后都不必去长公主府请安了 妇内孩子要紧 温暖的正式里 长公主握着我的手向太医打听了详情 知道一切安好后 又问我 可传信到宫里 让燕儿知道了 我答说 自然是请人传话了 只是夫君在宫里 怕一时还回不了 或宴领三品狼卫贤 在宫里当差 当差十二日 休息十二日 侍卫一职 大多是由贵胄重臣子弟充任 他是皇帝的外甥 不用亲自巡逻 只需指挥巡房 他这一世 都不会如他父亲一样赴边关了 长公主便笑 一双保养的不见岁月痕迹的美目笑得眯起 这可是燕儿头一次当父亲 且让他着急去 获焰回来 果真是乐风了 抱折我又不敢紧紧抱折 傻笑了一阵 忽然又说 得开始想名字了 我称道 夫君可是乐风了 人说十月怀胎 这才头月呢 便是重视的人家 早早开始看名字 也没有这么早的呀 虽然我和他没有强烈的感情 但若能日久坐伴出亲情 也算岁月静好 怀孕四个月 长公主派了一个女官 两个嬷嬷来国公府 女官为我分担事务 嬷嬷来照料我的身子 我乐得清闲 每日只养身散步 放心安胎 霍焰前两个月做起了好丈夫 一个月二十天宿在我的院里 我以孕中不是为由 推诿同他的亲近 他也没有说什么 然而 他到底耐不住寂寞 到了三个月的时候 开始宿在其他三个妾室的房中 是的 引我有孕 婆婆又给他赏了个妾室 换作灵羊的 生得娇艳欲滴 新人入府 霍焰难免多偏爱些 我自然是没有意见的 轻知性情老实 也不会说什么 倒是李琼英 从前霍焰待他一向怜惜 如今心人占得春光 他哪能接受这个 哭哭啼啼地来我院中诉苦了几次 说灵娘如何骄纵欺人 春日理智欣赏 竟抢在自己前头选料子 吵得我头疼 哄了几句新人入府不过图个新鲜柿子心里还是你重要之类的 等他被哄好了 这才美滋滋地走了 等霍焰回来 我同他说让他不能光顾新人 也要看看旧人 我的本意是让他羽露均沾 别让小老婆捏酸吃醋来哭 哄小妾在我这里是另外的价格 谁知 霍焰以为我讨伐他在我孕中的疏忽 愧疚之余又为妻妾争风吃醋而有几分得意 我只得一边演下去 一边暗示李穷英别光哭要想想办法 李穷英倒过半天 于花下醉酒吟湿 终于令霍焰心底一起 长信宫中李穷华为他扶去落花的初见 心内一时柔肠百转 重然就爱 白莲红桃竟向在后院中绽放 霍焰忙于在新欢旧爱之间平衡 我这孕期才算过得清闲 到我怀胎九个月的时候 丫鬟韩妇和我报了个消息 说经中传言 世子同一个无品官家的庶女似乎来往密切 引得流言纷纷 我想起这两个月霍焰似乎确实不怎么着家 白莲红桃一并都冷落了 察觉有意 便令韩妇去传世子长随身的小思来问 那小思支支吾吾 直到我说再不老实回答便把她送去马棚 她这才老实答了 传言都是真的 霍焰最近迷上了礼部郎中的庶女 和她去寺庙祈福 和她去郊外纵马 为她包下满滩花灯 我心想 看这架势是遇到真爱了呀 从前霍焰也极喜欢李穷英 然而对她的感情 更像是对宠物的怜惜喜欢 因她乖顺娇怜而宠爱 后来迷上灵羊 就是纯纯的见色起义了 我让小思别告诉霍焰我问的事 不然就把她丢出国公府 小思出去后 令方问我怎么办 我说我都九个月了 眼下是顾不得她的名声了 一边私下打听缘由 一边且装不知道吧 在我这里 我和父中孩子的安危 可比霍焰的事情重要多了 十月怀胎 我生下一个健康的儿子 白白嫩嫩的 让我爱得不行 长公主和国公欢喜极了 因国公府如今后继有人 就连宫里也赐下了不少东西 国公亲自定了大名 霍镜 望她宫定贤镜 又可省其足舞 小名是我起的 叫长安 望她平平念念 他们为这孩子回到国公府住了一个月 待到了满月酒 长公主整日抱着孩儿不肯放 还让人娶来自己幼时用过的玉项圈为她戴上 我连忙替孩儿推辞 长公主却说这是她的长孙 爱得不行 应当如此 临他们回到长公主府前 长公主又亲了亲长安 才对我说 世子在外头也太胡闹了 什么时候得空 且问问她如何办 若是实在喜欢 让人进门当个妾室便是 这样像什么样子 我抱着长安 点头应事 有了长安 霍镜同样高兴一场 这是她头次做父亲 对她 对我 都意义非凡 长公主与定国公回国公府的那个月 她哪也不去 回府见过双亲 便来正院看孩子 端蒂是一副慈爱的样子 只是我也能瞧得出 她满心欢喜的样子里 时不时会心不在焉一下 热闹过去了 她还会忽然一正 接着陷入某种思绪里 我决定主动出击 这日 我和她都在正院里 长安睡着了 在墙堡里睡得脸红扑扑的 可爱极了 我看了又看 才让儒母将她抱去一旁的摇篮里 接着秉退众人 她看出 我有话要说 也看向我 等我开口 我手上将逗弄长安用的玩具收进篮里 问她 夫君 那礼部郎中的庶女 你打算如何? 她到底是代嫁归忠的姑娘 这样下去对她名声无意? 若是夫君实在喜欢 便娶到府里 作为测试如何? 她先是一证 你都知道了 接着 她又叹道 《灵书》 我知道这话不该同你说 可你是世间最能理解人的女子 除了你 又有谁能理解我的心思呢? 我童年念她 却是两情相悦 可她是个奇女子 绝不愿为人测试 我在心里冷笑 若我心里对她有一丝情分 听到她和其他人两情相悦 只怕都要呕个半死 不愿为人妾事又是合意 难道要我腾出这个位子? 我在心里嘲讽 面上却是不显 果真是个奇女子 只是这样下去 对二人的名声都不好 眼瞧着 夫君同她是断不了了 夫君若是不显 不如由我来问问那个姑娘 她洗得握住我的手 灵叔 你真是世界上最好的妻子 那就拜托你了 帮我问问她的心思 三日后 李布朗中赐女秦念念 持我的邀请函 来国公府做客 我在小花厅接见的她 秦念念穿花拂柳而来 见她眉目如画 自有一番风流态度 她向我行礼 目光中没有一丝害羞或尴尬 口称见过世子夫人 我含笑让她免礼坐下 换事而上茶 寒暄一番之后 我禀退下人 手轻腐落到耳畔的发丝 想来姑娘也是明白此番为何受邀 她点了点头 我继续道 近来 姑娘同世子的事情传得沸沸扬扬 与世子名声不利 对于姑娘来说 也是急毁轻欲的 世子说她待姑娘有情意 只是不知如何开口 是以我替世子问一句 姑娘可愿入这国公府 她却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反问我 从前便听闻世子夫人的美名 今日一见 方知 从前她们称赞得都不错 只是世子夫人明知世子待我有情 还替丈夫向我问这样的问题 世子夫人的心中 不会戒怀吗?我云淡风轻 只要夫君高兴 我自然也高兴 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话 她愣了 目光中闪过几分同情和掩饰不住的轻视 却道 世子夫人如此大度 想来也应当听说 我不愿为人测试的事了 我答 自然是有听过 只是姑娘既不愿为人测试 那便该同世子这边断了 才好另寻家偶 我见她低头不语 一副抵抗的姿态 也不动怒 品了口茶 悠悠道 我知道 对姑娘来说或许有些残忍 但是 此事定要有个决断 或是姑娘让步 或是你们二人不再往来 世子不是寻常人 除了是定国公府的世子外 还是荣养长公主的独子 这等有损名声的事 婆婆是不会容忍太久的 今日我邀请姑娘来做客 是因我们夫妻商议过后 有我出面 妄能有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但若事情仍未得到解决 只怕届时 便会出现我们都不想看见的事 我起身 好了 说了许久的话 只怕长安也闹着要找我了 我会让丫鬟送姑娘出府的 只是希望姑娘仔细考虑我的话 切莫当作玩笑 这既是为了世子 也是为了姑娘家的名声 说罢 我实施然离去 两个月后 礼部郎中 秦有意地数次女秦念念 入国公府为世子测试 世子特令大操大半 场面紧烧赐于我 自此 世子院中再无白莲红桃之分 四季指她一人战春 春日 世子同她摘花酿酒 夏日 世子同她泛舟湖上 秋日 世子同她登庭观景 冬日 世子同她饮酒赏雪 可见 人都有结束 遇到以后 从前的都成了将就 长公主不喜欢其念念 架不住世子喜欢 又有了嫡长孙 殿也罢了 眼不见心不烦就是 世子每月会来我院中几日 她不再同我圆房 只是逗弄逗弄长安 同我寥寥府里头的事 她也曾无奈终待着愧疚地对我说 灵叔 遇到念念之后 我才知道何谓相思惆怅 从前种种 只是净花水月 我面上不显 心里倒也觉得不错 不用再和她扮小女儿情态 李琼华和灵娘哪里受得这样的冷遇 一个试着重温旧梦 一个试着色受魂雨 折腾了半年 她们都没成功 霍燕一开始盗去她们屋里留宿了两回 毕竟是从前的爱妾 秦念念不是当晚就借故将人叫走 便是第二日临风落泪 自此 霍燕便也不去她们屋里了 真当起了一生一世一双人 她们自然是不喜秦念念的 针对了她几次 没讨着好 反而让霍燕动了大怒 灵阳被禁足 李琼华这时候诊出有孕 逃过一劫 大约是没被秦念念叫走的那晚留下的 不过世子心里有气 去她屋里略坐了坐 叮嘱了几句 便又走了 竟是一派将她全权托付给我的样子 自此 两个人都消停了 灵阳是门都出不去 李琼华是心死了 他和我说 我看透了 世子是个心冷一冷的 从前说过多少山盟海誓 如今有了心人 怕是一句也记不得了 如今我肚子里有了 不管是男是女 也算有了念想 今后 且就这样吧 长公主倒挺在意李琼华的这胎 赐了几回东西 毕竟孩子 总是越多越好 秦念念没挑衅过我 一因为我是长公主看重的儿媳 管着国公府的术午 膝下又有长子 二呢 大概是因为听过我恩威病师的故事 至于青芝和其他几个通房丫头 霍燕一向是视若无睹的 但李琼华和灵阳就没有这么好运气了 后者如今尚被禁足 秦念念去他院中羞辱过他两次 灵阳气得病了一场 还是我叫人去诊治 送了不少的东西过去 再派人去教训了他院外的婆子 既是禁足 除了丫鬟传递东西 自然是里面的人不能出 外面的人也不好进 如何还能让秦姨娘进去 李琼华如今有孕 秦念念到不好直接同他针锋相对 但是花园中遇见 他竟当着李琼华的面炫药霍燕 如今独宠他一人 讽刺李琼华的孩子 不得父亲喜欢 李琼华本就是个性情软弱的 只知道回去呜呜地哭 他的丫鬟见他这样哭 赶忙来捅我说 我少不得去找了他一趟 给他把话掰明白了 你自己都说没什么期待了 又何必为他三言两语伤心 无论你腹中是男是女 都是国公府的少爷小姐 长公主的孙子孙女 仪式的荣华富贵 你这样哭 要是伤了孩子 我看你以后心疼不心疼 他被我说的话吓住了 赶忙止住了抽烟 回到正院 我让人把其念念传来 说了他一顿 这是我头次对他急言力色 我说 李仪娘如今有孕 便是每日看者还怕有个意外 你千不该万不该 凑上钱刺激她 若是李仪娘有事 便是世子护着 你也讨不了好 至于领娘 被禁足已是受成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世子待你的偏袒 你又何必在落井下时闯进去欺负他 说着 我将命人他身旁的丫鬟拉出来 姨娘同他人不睦 本是小事 稍作劝慰便能化解 你们既然不能规劝 反而挑唆主资 将事情闹大 何该受罚 出去自领手板 再罚奉两月 若有下次 可要重成了 秦念念当时称是自己不是 转头霍燕回来便找他告状 于是霍燕来寻我 和我说 李仪娘反正没事 又何必惩罚念念的下人 让她难堪 我看着霍燕的脸 满心失望 我对她没有伴侣之情 但有夫妻之意 而她为了秦念念说出这等话 将一个同她结过冤盟 如今还怀孕的女子置于何地 我对她真正失望了 我说 夫君 你觉得是小事 不过妾是尖半半嘴 何必伤了秦氏颜面 却不记得李仪娘身子骨本来就弱 用了多少好药材给她堆着 好容易才安胎到今日 若李仪娘腹中是男孩 便是你的次子 若是女孩 便是长女 女子怀胎十月 是去鬼门关走了一遭 秦氏再有气 也不该在这时候罚 我罚秦氏的下人 既是要安李仪娘的胎 也是叫秦氏知道 便是不顾李仪娘 也该联系她父中 有你的孩子 想来现在 秦氏也明白我的意思了 夫君又何必来此为她抱不平 我说者秦氏的过失 何尝不是说者她做人夫人妇的过失 她似是想说什么 又都说不出口 最后只是叹了口气 一言不发地出了正院 李仪娘难产生下一女 是长公主和定国公的长孙女 取名为霍禅 辱名珊瑚 长安或是珊瑚 其实都寄托了为娘的最单纯的祈愿 望儿女康健顺遂 一生平安 李仪娘抱着好不容易才得到的女儿 泪流满面 之后她成了一个坚强的母亲 霍燕如今就不喜欢李仪娘 对于这个女儿 仅来看过几次 日子行云流水地过 我们过我们的 霍燕和秦涅念过他们的 霍静四岁的时候 霍燕忽然来找我 郑重地说 秦涅念深恨生而为人一世 困居一方小院 她有个夙愿 便是走遍大江南北 领略不同风光 霍燕常听她念叨 不免生了遂她心愿的心思 当然 不是让秦涅念自己去 而是他们俩带上一个护卫一个丫鬟一起去 她来同我商量 此事可还是不可 我只觉自己从未听过如此荒谬的事情 上有春轩 下有儿女 霍燕竟想丢下偌大的定国功夫 去同秦涅念四方逍遥 我真想找个道士来看看她是不是被秦涅念下了什么股 我自然强烈反对 先是寻寻善诱 希望打消她的主意 然而 她不肯听 于是两人越说越激动 我接受了她处事不公 我接受了她独宠一人 我接受了她忽略儿女 但是我不能接受她抛弃父母 舍弃所有人 这是我投资同货宴争执 两人大吵一架 不欢而散 许是我的反对刺激了她 她竟然直接去长公主府同公公婆婆说了此事 当然 根据下人给我通风报信的说法 她在公婆跟前的言辞婉转了很多 毕竟她也知道 母亲不喜欢秦念念 她的说法是 她这一世 注定不能奔赴前线 征战沙场 保家卫国 但也不甘心一世只见过一方京城 她想辞官云游四海 领略锦绣江山 秦念念最知她心意 也会陪伴左右 让双亲放心 公公婆婆的反应比我更加激烈 长公主扇了她一巴掌 定国公打了她一顿板子 子曰 父母在 不远游 游必有方 他们怎能接受 独子辞了官职 不是父母 不交儿女 不成家业 带着个妾室浪迹天涯 长公主气狠了 当即便要命下人拿秦念念过来 而霍燕为了她的爱情 头一次忤逆父母 直言不许长公主牵连他人 这都是自己的主意 若是母亲执意如此 自己永世不会原谅她 听到这里 我都没忍住笑了 一个有儿有女的男人 竟然还用这种孩童 无理取闹的口吻 要挟自己的父母 长公主令人将她压在公主府内 不许出府 不许和任何一个人联络 严令下人不许走漏一点消息 至于秦念念 也被长公主派来的女官打了板子 关在院子中 秦念念对我说 你们心里都有太多欲望 想着权利 想着地位 想着富贵 所以你们不明白 我只是想要她 霍燕被关在公主府里反思 她竟选择了最无能的反抗方式 绝食 她要用伤害一个母亲的心的方式 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和其卑劣 气消了之后 我倒有些茫然了 茫然于我要的相敬如宾 就是同这样的人吗? 我当初的努力 真的值得吗? 还是李穷华点醒了我 他抱着珊瑚 和我说 夫人 这些年来 偌大的国公府 钱财人员 应酬往来 教养儿女 不都是你在操心? 世子管过哪一样? 这几年除了同秦念念谈情说爱 她心里可曾还有过别的事 为咱们做过什么? 有她 没她 咱们的日子还不是一样过 又有什么区别呢? 她想同秦念念云游四海 那让她去救世了 她点醒了我 我是长公主的儿媳 膝下有国公的独孙 手握国公府的大权 下人对我无不敬服 这数年来 我看账理财 调派人手 应酬往来 打点关系 管理无数铺子田产 庄庄渐渐 哪一件是霍宴帮过我 能帮我 帮得到我的 她这个丈夫 为于一个名头而已 霍宴既然如此不争气 又何必留她下来碍眼呢? 不如碎了她的心愿 一日 我去了长公主府 请长公主答应霍宴的请求 长公主脸色变了 问我 灵叔 你糊涂了 自你成为我的儿媳 我极少对你说重话 可你怎能来劝我答应她? 你知道她的要求是什么吗? 她为人子 为人夫 为人父 不思尽孝 不思尽忠 不思尽责 抱着这样不切实际的念头 你还让我答应她的请求? 这是在戳一个母亲的心啊 我吻言回答 母亲的儿子 是我的夫婿 是我儿子的父亲 母亲现在承受着怎么的世心之痛 我便也受着同样的痛苦 可夫君不止一次对我说过 她生在这一辈的国公府 不能建功立业 此为人生一大汉事 儿媳知道 这些年她虽如常过着日子 但心内总是有一处是落寞的 她说出这样的请求 肯定也是内心难安 思索了很久 她心意如此坚定 甚至不惜用伤害自己的方式来证明决心 儿媳作为妻子 实在不忍见丈夫这样伤害自己 见此母子、夫妻离心的局面 所以 儿媳愿意放手 也请母亲好好考虑儿媳的话 长公主正了 她没想到我会说出这样的话 最后 终究是父母输给了儿子 霍燕和秦涅涅离京那日 妻妾儿女都在 无论明面上如何 我能感觉到 大家心里是一片漠然 长公主赌气不肯来 是公公来送的 望着马车远去的影子 我抱着长安 站在公公半步后的距离 我听见公公对我说 若长安十岁时 他们没有回来 我便禀报圣上 改历世孙 我这才发现 站公赫赫 威震西北的定国公 是真的老了 他们的离去引来京中议论纷纷 又说长公主逆子太过的 又说我留不住夫君的心的 对此 长公主府和国公府都坚默不言 圣上同太后因此分外联席长公主和我 召见了我们几次入宫安稳 同时赏赐不断 向世人招视着荣阳长公主同定国公府 有圣意庇护 荣耀易如往昔 疼爱入骨的儿子执意抛下一切远走 拜过高堂的夫君 躲进秦爱的可里醉生梦死 为何是人还要怪罪于这样的女子 没了霍燕和秦涅涅 日子也一样过 甚至没了他们碍眼 更轻松了 大家可算不用看他们的烂戏 被他们当作配角 公公和婆婆如同已经失去了这个儿子一般 对我也不再有什么要求 只让我撑住定国公府 多带长安和珊瑚去看他们 我见两个长辈实在伤心 便同李琼华说了 每月让长安和珊瑚回长公主府住上五六日 待我们孝敬长辈 承欢膝下 孙子孙女在怀 两个都长得玉雪玲珑 康健聪颖 极大宽慰了他们的心 公公还是没有等到长安长到十岁 其实霍燕离开那年 他的身子骨便已经很不好了 从前的荣马生涯给他留下了太多病症 他似乎预料到一样 在长安六岁时便提前请封了世孙 而这一切 霍燕不知是在外边勒不思蜀 还是所有人都默契地不告诉他 他和其念念并不知情 陪长安过完七岁生辰 老国公便倒下了 和他恩爱半生的长公主接受不了 直接伤心病了 凡事都是我来操办 长安小小年纪 为爷爷出病衰晚 长安很喜欢这个爷爷 带他骑大马 助他写大字 教他卧大功的爷爷 比父亲带他好百倍 他伤心极了 眼泪滚过脸颊 表情哀伤带者坚毅 以见沉稳大气 来的人都说 国公府后继有人 圣上也亲临国公府 送了这位赤城中职的九夕宠臣最后一程 他让李官以郡王礼仪为公公下葬 并亲手书下一片担心四字 又添了一份哀荣 圣上当着在场的许多人的面子 亲口承诺 长安长到十五岁 便会让他习国公爵 谁都没有提到霍宴 长公主自此之后身体便不大好了 我带着长安和珊瑚请他回国公府居住 便于照顾 也免得触景生情 请了四次 他才终于答应了 金枝玉叶 尊贵无匹的长公主 褪去一切荣光 也只是一个痛失至爱的女子 她不再过问许多事 只是瑕食休养 寒衣弄孙 长安九岁那年 霍宴带着其念念回京 不过不是因为别的 而是钱花光了 来和我去 到了这时 她才知道父亲去世的消息 她当即情绪失去控制 质问我为何不告诉她 我却反问 你同秦姨娘已有半年未曾来信 我从何知道你们的住处 继而传信给你们呢 她哑口无言 长公主对她有怨气 不肯见她 她和秦念念磕了头 上了乡 拿了钱 再次离开了京城 走得匆忙 连如今的定国公世子 是长安也不知道 不同于上次离开 当时长安还小 并不解释 问过我许多次为何很久没有见到父亲 霍宴还在京城时 同这个儿子就不算亲后 所以长安也只是单纯问我 并没有伤心之意 我当时告诉她的是 她的父亲去游山满水 上名山大川去了 如今的她已经很懂事了 同皇孙们一处读书 知道自己身上背负着什么样的担子 读书习武 不肯落于人后 小小的年纪 还知道孝敬长辈 照顾妹妹 婆婆感叹过许多次 说我把她教得很好 话中有无限的失落 我知道 她又想起了霍宴 长安从我和旁人的口中 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父亲是怎样的糊涂人 令祖母有多伤心 所以她从不提到她 也不思念她 至于珊瑚 像她娘亲 是个温柔的小姑娘 也像我 心里藏着主意 大抵是因为我和李琼华 让她整日把两个孩子放在一处吧 有我们两个人的长处 我为她请了女师 不拘于女四叔 只要是她愿意学的 都可以 霍静很疼惜这个妹妹 惦记她 护着她 有什么好的都拿给她 这也是我想看到的 来日长大了 还要他们手足两人互相帮衬 长安是二岁的时候 长公主也离开了 走之前 她和我说 她这一世生在天家 得天下养 除了有个逆子之外 无事不顺遂 但若要说起来 也只有几件是现在想来 依旧觉得自己做对了的 其余的便留在救人心里吧 但有两件 她可以说出来 第一件 是嫁给了公公 夫妻恩爱一事 第二件 便是那年簪花宴 看上了我做儿媳 这些年 我做得她都看在眼下 效养公婆 料理服务 教养儿女 约束下人 她已经很放心了 她握住我的手 国公府便交给你了 好好看顾她们 几日后 长公主与世长辞 簪花宴上 是她看出了我的长处 定我为儿媳 入国公府多年 她很少为难我 作为婆婆 可谓是宽厚有加 我真心感念她 将她当作了真正的母亲 一切用心操办 她留下的人 只要愿意的 都可以在府中养老 我在收拾她旧物的时候 发现了一枚成了两半的玉佩 为了她身边的老人才知道 年轻时 公公与婆婆以玉佩为事 一人走了 另一人亦不独活 我不知道是否誓言真有效果 若是有效果 或艳情浓之时 情意许下那么多海事山盟 为何不惩罚她 若是没有效果 又如何解释婆婆几年之后追随 公公而去 皇上极为伤感 下令不动荣养长公主府 令人扫洒如常 为了还有一个地方可以怀念长公主 对于长公主的后人 长安和珊瑚 皇上予以后待 公公去世时 便以封了长安为南爵 如今又未自爵 珊瑚从前是郡君 如今又封县主 本朝自爵和南爵没有实权 不能世袭罔替 县主只有俸禄 两者都仅仅是对后人的宽慰 但已是宏大的恩责了 我们和府都很感念 再次见到霍雁 已是长安十五岁 习绝成为定国公后 霍雁在时 我便已是三品夫人 如今我成了国公之母 又加封一品夫人 荣耀显贵 玉满京城 这次的霍雁 带着秦念念在江南一带 听到荣阳长公主过世的消息 于是急匆匆赶回京来 想来他们不只听到了荣阳长公主过世的消息 还听到了长安席爵的消息 霍雁愤怒极了 来到国公府登门求见 没有要给长公主上香的意思 而是质问我为何夺她国公之位 我冷笑 让下人请出长公主的亲笔信 他多年不回来看望长公主 哪怕知道父亲去世 也仅仅是稍作停留 便又带着秦念念完乐去了 这几年他倒是常来信 但每次都是问钱 也不记得问候长公主 长公主伤透了心 走之前恐她回来和长安征位 写下亲笔信 带已经过世的老国公 言明他以永绝继承之可能 他这一生 便只能是一个落魄子绝了 他从前的知交 也在他抛弃弃子以后 再不迟同他往来 如今 京中人已经只知道新的定国公 不记得从前的废世子了 当时 他为了他的爱情义无反顾 如今也该承受这样的下场 我吩咐门房 让人传话给他 他到底还是国公府的血脉 每年二月 他可以去全国各地定国公府的铺子 用他的名字和一样信物取三百两银子 作为他和其念念一年生活的资费 这也是荣养长公主的意思 再多的 也没有了 游记上次回来 他们还是春风满面 气色绝佳的 这次回来 倒是都憔悴了不少 当年令国公世子一见清情 继而终情地风流交额 如今也成了个沉默的中年妇人 在外头的日子又哪能全是诗情画意呢 他和其念念暂住在一个小院里 当年他们擎隆之时 他声称要将这个院子赠予其念念 但他没和我说过 既没移交地气 也没签字画鸭 故而院子仍在国公府名下 我也且让他们这么住着 还指了几个下人过去伺候 那下人后来回来说 他们私下吵了不止一架 霍燕怪 秦念念教唆他离京 秦念念却说是霍燕没有本事 被妇人和质子夺了家业 我都装不知道 那是他们的事 他们在京城里闹了几场 我都没有见他 只是广而告知京中各府 霍燕不孝 我成荣阳长公主和老国公的遗愿 只得如此 诸府妾不可以帮他 京中人都见过长公主和老国公的后事 了解我撑住国公府的辛苦 知道长安不得父亲教养 少年习绝的心酸 就连圣上也不肯见他 许事已经住不惯了 他和秦念念灰溜溜地离开了京城 又过几年 长安娶亲了 人是他自己看上的 给他和皇孙们上学的博学洪如林柏青林大学士的孙女 林池盈 我听过林氏的才名 也听闻林大学士于诸孙之中最爱此女 亲自教导长大 也见过姑娘本人 敏言逆礼 药如春华 惠心巧思 贤雅从容 他们彼此有意 我便为他去求取 林柏青历来便看重长安 喜他少年老成 文韬武略 又知道孙女也对长安情根深重 和他家人商议 答应了这门亲事 珊瑚也定了亲 他眼力多才 出身国公府 有县主身份在 自小 得我教养 长于李家 样样都出色 真正是一家有女百家求 我让长安去打听 问了李琼华和珊瑚自己的意见 最后定下了长安的好友 文渊侯世子 程嘉佑 我这时才知道 那年他来寻长安 为珊瑚捡他掉下的纸冤 珊瑚便与他见过 自此 长安便多了一个小秘密 替妹妹和好友传信 我又气又笑 拍打着长安 他嬉笑着躲闪 珊瑚入府后 我先让他试着管一半的事 见他做得稳妥 便将大半都交给了他 长安先成家后立业 此时的宁国公府已经无须韬光养晦 他可以做他想做的事 成为一个小将军 珊瑚也出嫁了 是我和珊瑚一起操办的 长安送他出嫁 他并会获得一世的幸福 儿女们都过得好 我便也放了心 每日晨起时看着镜中的自己 年华不在 眼角已添了不少皱纹 李穷娘陪伴着我过了办事 一开始瞧不上她 后来一天不听她娇娇嗲嗲地说话 倒不习惯了 领娘去得早 亲之与其说是嗜妾 更像是我手下一大管事 还有其他通房丫头 国公府都会为她们养老 我在后半生仙送走青枝 与我相伴一世的李穷娘也在五十岁的时候走了 虽然心内不免感伤 然而 我到底护住了她们一世 霍燕和秦涅涅后来还是回来了 老了 大概是游不动了 霍燕哭着喊着要见我 说自己知道后悔了 迟燕问我要不要见 我说不必了 这么多年 她的心性还没有成熟 以为做错过 只要自己知道悔改 都能得到原谅 她们住过的院子 如今已有别人入住了 于是迟燕便吩咐人在城郊找了个房子 又让两个人照顾她们 只是我和长安都没有去见她们 下人说 霍燕不肯跟秦涅念住了 秦涅念也央着人给我传话 希望给她另找个房子 我也答应了 让人在隔壁又找了一间 再怎么 也是国公府的姨娘 她们就这么两看相艳地直到去世 我活到了很大的年纪 儿女也有了儿女 儿孙满堂 在我膝下尽小 若说来 这倒也是很好的一生 媳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